一波队长 BB 第一位 BB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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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李帅 第二位 李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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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复王炸队 淘汰完毕 我想说李帅你这个节目参加之后要尽快去看你的膝盖 如果你还想继续坚持跳舞的话你真的要看你的膝盖 把他当回事真的 帅哥把膝盖也有伤我觉得大体能的去练习 对他的膝盖的伤也不好对以后的路也不好走 希望能够让他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原创 或是保证自己的健康 我在台上不怎么会说话 然后就是想 感谢王安保队长在海远的时候给我毛巾 我觉得我回去还需要继续努力 先把我的膝盖养好 然后 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再回来 然后我希望圣上大家能够加油 继续努力 我以前都是会说我自己是一个专攻popping的dancer 但现在我想我可以开始努力的去做一个all steel的dancer 对这个是我来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收获 然后也感谢思维队长能够在这样一个很好的节目 然后推动我们中国街舞的一个发展 其实像我坚持跳舞已经十几年 其实这是一个真的对文化很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 一波王炸 Forever 谢谢BB 我觉得我来这阶最厉害的就是留下了三个我自己觉得很厉害的作品 可能你battle的视频会有很多 但是好的作品的视频我一下子就有了三个 谢谢 首先要谢谢佳儿队长的第一条毛巾 对 然后更要谢谢张艺兴队长的第二条毛巾 然后 更要谢谢的是和亲武器的所有人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 感受一下舞蹈带给你们的快乐 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Apple 谢谢三斤 谢谢李帅 谢谢BB 谢谢你们 帮忙 走啦 帮你 笑 帮你 富光 加油 加油 没赢 加油 一家 你 王者 好 好 操了 好可惜 超级 好可惜 成功收敛 为止的心里面 世界的生命 成功 其实每一个舞者都使出了自己所有的能量 我看到了那种热情在舞台上 我看别人淘汰我可能会哭 但我自己淘汰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有遗憾但是整体下来是特别开心的 我是来自加尔队长赛道的Apple 最大的收获就是和大家一起完成了三个比较满意的作品 留在这个舞台上 参加了这几个月的录制 我觉得让我舞蹈的思维更自由了 如果没有遇到舞蹈的话 我应该是一个自闭少年 舞蹈确实是一个让我生命充满色彩的东西 继续跳舞继续加油 我先给你一个我的信物 一个鞋带 腰带 我先把腿做了 然后再想去尝试一下吧 尝试其他舞蹈 封闻一下自己的 步骑的东西 我肯定是要你的 前就觉得我就做好我的popping就行 而我现在更想的是 好好地能够跳一点 Briti或者跳一点Kwong 跳一点Hipop 然后能够真正地完成一个 很好的一种编舞的作品啊 或者说是一个Ostel的作品 然后这个是我这次的一个 很很大的一个收获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修啊 台上站着的诸位恭喜大家 晋级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选择没有揭晓 这是我们本季第一次四个队长 和他们的队员进行的队长大秀 所以队长大秀获胜 则视为积一分 按本场赛制 积一分可以复活 两名队员 两名队员 我们在排练房的 这么三四天里边的熬夜 没有白费 我真的那个时候 我心里面非常开心 至少救回来两个人 王嘉队长 你可以从刚刚淘汰的队员当中 选择两名归队 两位 两位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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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选择是 晓杨 雷晓杨归队 晓杨 晓杨 欢迎 第二名是 第二位是 第二位是 凯凯 凯凯 给晓杨 凯凯 凯凯 给晓杨 KK归队 就像被秘密眷顾的人一样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被两次复活了 真的特别高兴 我的队长还能信任我 然后再给我一次机会 本轮晋级的人已经全员到齐 下一场 我们将面临新的对战安排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喜欢街舞 体现全民街舞的概念 我们邀请了几位 有一定舞蹈基础的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作为姐姐关务团 尽请加油助威 到底谁会来到现场 我们下期揭晓